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 我是小杨 华尔街科技是专注于关注科技界的各类消息和资讯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根据华盛顿邮报在4月9日的消息 许多求职者开始在TikTok上寻找就业机会获得职业生涯建议 企业也开始通过TikTok进行招聘 有报道称TikTok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用户在平台上学习新知识 收获新技能 根据TikTok介绍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TikTok进行招聘 而短视频标签趋势这类新兴社交平台模式为企业招聘开创了新的渠道 去年美国知名电视网HBO通过HBO Max Summer Intern标签活动获得了300份暑期实习活动申请 服装品牌Hollister则通过与TikTok合作招聘社交媒体岗位人员 求职者需使用相应的标签发布视频 他们发挥各自的灵感和才能 通过搞笑视频图片或是极有创意的视频过渡技巧 赋予Hollister服装新的活力和生命 Hollister则根据求职者发布的这些作品 录用那些优秀的社交媒体运营人员 新兴自由职业者工作平台Contra表示 该平台80%至90%的Z时代用户来自其TikTok等社交平台账号 如今人们不仅在TikTok了解时下最热的舞蹈趋势 也开始在上面找工作获得求职建议等等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在北京时间4月8日晚间 顺丰发布了2021年一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预计亏损9亿元至11亿元人民币 而2020年同期疫情之下 该公司却是盈利9.07亿元 而在上月顺丰发布的2020年度财报数据则显示 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26亿元 同比增长26.39% 顺丰一季度的惨淡业绩出来之后令业界哗然 4月9日顺丰的股价也一度陷入跌停 而更加戏剧性的是 就在该季度财报出来的前两天 顺丰的掌门人王蔚还以身家390亿美元 登顶中国富豪榜第5名 本次顺丰一季度利润大跌是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 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这次季报中 顺丰方面也针对巨额亏损给出了5点解释 他们说公司正处于新业务拓展关键期 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打造长期核心竞争力 公司继续加大新业务的前置投入 投入增大成本成压 去年的疫情也延缓了公司资本性开支投入节奏 公司的业务量增速迅猛 导致速运多环节出现了产能瓶颈 公司从去年4季度开始增加临时资源投入 以承接增量 致使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成本承压 同时公司自去年四季度开始加大资本性的开支投入 进行中转厂自动化产能升级 提升资源效益 预计在今年第二季度可进一步缓解产能瓶颈压力 基于大规模的路运产品业务量 公司重新审视了各业务线的资源投放 在整合初期会存在资源重叠投放 为了满足春节不打烊的安排 响应减少人员流动的倡议 公司在第一季度也给予了一二线 在港人员补贴也创了历史新高 公司在今年4月推出了特快级新标快产品 此外在特惠专配业务量上 下沉市场的电商需求旺盛 导致存量客户中的经济型业务增长较快 公司电商建的毛利成压 4月9日顺丰也召开了2020年度的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卫 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 首先表达了他的歉意 并坦诚在管理上有疏忽 类似的问题不会出现第二次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通用电器正在研究可以发现 新冠病毒的微小传感器 小到可以集成到智能手机 可穿戴设备和其他设备的表面 作为潜在感染途径的数字预警设备 电子纳米传感器将传统上 需要大型复杂的实验室设备 浓缩成小得多的装置 专注于检测冠状病毒等特定事物 目前对于新冠病毒的诊断 主要依靠对潜在感染者的生物检测 通常使用鼻咽或喉咽 通常使用鼻腔或咽喉柿子 然而只要你有合适的设备 就可以从纳米颗粒中 识别出微小水平的病毒 通用电器指出 该传感器的技术 已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为期两年的资助 现有的检测新冠病毒的工具 需要广泛的样品设备 或昂贵的实验室设备 才能获得准确的结果 提案中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触摸屏传感器阵列 以直接捕获检测和识别 新冠病毒的颗粒 并将物爆率降至最低 该系统依靠新的多功能生物感受器 实际上是为专门发现 特定病毒或其他物质而开发的 这些装置将被集成到一个触摸表面 可以内置到手机键盘 和可穿戴设备中 新冠病毒的部分挑战 是理解和控制感染的传播 特别是当涉及到 无症状的病例时 鉴于有些人可能具有传染性 但没有冠状病毒的外在迹象 管理他们如何通过社区传播潜在地传递 它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可能只会随着免疫人口的增长 而变得更加紧迫 因为虽然新冠病毒 对接种疫苗的人的影响可能较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不能将感染传给其他人 在我们每天与之互动的设备和表面中 建立对病毒的检测 可能是控制这种传播的一个关键部分 虽然智能手机和其他连接设备 是一个明显的着眼点 生物传感器技术的吸引力 之一是低成本的传感器 设计专注于识别一个或是少数病毒 可以变得更加普遍 当达到传感器阵列 可以安装在门把手 或其他普通表面的程度时 隔离新冠病毒传播的潜在载体 就会变得更加直接 特别是当病毒的新变种出现时 通用电器传感器的开发 目前还在进行中 不过该团队也表示 希望能在两年的项目结束前 开发出实用性的产品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丰田在当地时间的4月8日发布消息称 将推出搭载二级自动驾驶系统的 雷克萨斯LS轿车和燃料电池 蔚来 可补助操作方向盘和调整速度 实现脱手驾驶 这是丰田首次为市售车搭载这种系统 丰田将通过自动驾驶技术 追求安全性和乘坐舒适性 吸引消费者 丰田将开始销售装有新型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名为Advanced Drive的车型 搭载该系统的雷克萨斯LS和蔚来车型 将分别于4月8日和4月12日上市 Advanced Drive系统可对汽车在高速公路和汽车专用道上 保持车道变道超车 做出判断实现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分为五个等级 此次相当于二级的驾驶辅助 驾驶员必须一直对驾驶状况和系统保持监视的状态 如果发生事故责任将由驾驶员承担 新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通过传感器获得的周围情况和驾驶员的近况 做出判断并进行危险预测 为了实现安全的系统操作提供辅助 在对大型车进行超车时 将会保持较大车距减少驾驶员的不安 新车还采用了购买以后 也可以联网更新汽车软件的空中下载OTA技术 通过更新自动驾驶所需的控制及地图软件 提供最新驾驶辅助技术 还能通过记录车外图像数据分析 驾驶的状况提高自动驾驶技术 日本汽车厂商纷纷推出2级以上的自动驾驶汽车 本田在今年3月在全球首家推出了3级自动驾驶汽车 在一定条件下系统将自动操控油门等 支持可在驾驶过程中收看电视的拖延驾驶 日产也在主要车型上搭载了在二级先进驾驶辅助技术中 号称实现脱手驾驶的ProPilot的功能 丰田在二位宣布与自动驾驶技术新兴企业 美国的Aurora Innovation合作 还对中国新兴企业出资等 积极与自动驾驶相关企业合作 丰田的四级自动驾驶汽车 也计划在东京奥运会上用于往返奥运村的接送工作 不过在市售车中 丰田的这个Advanced Drive系统还赶不上本田的Honda Sensing系统的三级自动驾驶 而丰田的CTO前田表示 与级别竞争相比 怎样才能放心自动驾驶更为重要 优先扩充了名为Teammate的安全驾驶辅助系统和技术 通过新系统分析 客户的亲生探寻重视安心和安全的消费者需求 日本在2020年4月修改了道路交通法允许在公路上驾驶三级自动驾驶汽车 日本警察厅正在推进修改法律到2022年将允许四级自动驾驶汽车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行驶 包括技术在内 日本正在正起携手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 我们来到下期的消息 关于储存在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的处理水 日本政府确定了以放入海洋的形式进行处理的方针 最早将在4月13日召开相关内阁会议并正式决定 存放处理水的存储罐预计到2022年秋季将达到存储上限 为了不对废堆作业造成障碍将加紧应对 由于地下水和雨水不断的流入已经毁坏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建筑物内 因此也在持续产生被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 东京电力利用专门的设备除去水中主要的放射性物质之后 将处理水存放在存储罐内 日本全国的渔业协会会长暗红在4月7日表示 反对将辅导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的立场丝毫没有变化 重申反对日本政府将核污水排放入海的设想 2015年东京电力公司曾向日本全国渔业协会做出 不轻易向海洋排放的书面保证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已过去10年多 但其核污水处理问题仍未解决 去年秋天日本政府曾一度决定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排入大海 但由于各方强烈反对等原因暂时搁置 日本媒体分析称 日本政府决定排出核污水原因可能是福岛第一核电站 储存核污水的储存贯容量即将达到上限 独卖新闻报道称 日本电力公司现在每天新增140吨处理水 估计到2022年9月将达到存储罐上限137万吨 此前有日本媒体指出 东京电力公司称没有土地修建新的储存罐 但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有大量因辐射量过高而不宜居住的区域 这些闲置土地完全可以用来新建存储设施 核能市民委员会认为大型存储罐在陆地上保管 或用灰浆凝固处理是现有技术下解决核污水问题的最佳方式 可以确保核污水在陆地上妥善保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